在我心中 项羽 西楚霸王 一直是硬汉 那种猛男的代表 虽然他的高光时刻略显单一 但仅仅就是这一刀 就已经足够让很多人选择他了 要控制的只有一点 那就是血量越低 伤害越高 早知道姚会上我的身 那我刚才就不着急那么早批了吧 这把兑现的是小金金啊 项羽兑现陈老金 这让我回忆起了七年前 我刚玩王者药的时候 那时候英雄本来就不多 木兰宫门又买不起 拿的最多的 就是项羽 陈老金 亚瑟这些英雄 这俩典型的特点 就是谁还打不死谁 所以我们抢先升到四级 配合队友 直接把他顶出来 秒了 基本项羽四级配合队友 就是这么个打法 把人顶出来 打一套控制 配合队友的伤害 直接拿下 编程陈老金肯定是要抢个戏的 我们就趁机打他的状态 不要交大招啊 把他的大招骗出来 这样再配合队友 还是可以老方法拿下 他现在没有大招了 你这怎么还直接跳过来了呢 搞得跟在嗖咪啊 陈老金前期并不强啊 一技能还是要捏在手里的 当项羽拿到优势以后 伤害非常高 你看一一二 这个蓝就半血没有了 蓝飘来飘去 现在放大招不好批啊 我们等下个一技能好了 一接大 误缝先接 直接给他批了 这两个人想抓我 没有伤害的 挂个减伤 A一下 请求集合 等队友包抄过来 是时候反击了 二技能 再挂个减伤 A一下 兵横减速 队友来了 被动出发 这么老大一魂啊 拿个人头 也是非常合理的 哇 终结真的很好用 瑶瑶公主 现在已经上身了 众所周知 瑶是喜欢强者的 那强者就 呃 配合守约 先把这个小乔给批了 小乔只有俱乐部 说批就批 不开玩笑的 其实项羽 残血一刀 打出具有的伤害 毕竟还是少数情况 常规玩法呢 还是不停的利用 一二技能的拉扯 配合队友去打团的 这波表面上看 我是空了许多技能 但实际上啊 是得压低自身的血量 血量越低 伤害越高嘛 对不对 一个中节 再拿下太野 潇洒离去 我还没死 下个赛季 向羽增强了 开大期间 是受到多少伤害 都死不掉的 这给他安了个名刀啊 属于是 那我就不用像现在这样 就是把控自己的血量了 普通玩家这波 可能推过去 又直接批了 但是满血大招 有伤害吗 没有伤害 所以我们开启仓球 等第二个一技能好了 再批 伤害巨高 但难以把控 很多时候 你大招没砍出去 就死了 所以说 下个赛季的那波 增强还是挺大的 至于这个召唤师技能呢 带中节 线上容易打出优势 配合大招 斩杀线也高 就是吧 没有了闪现 不太好进场 哎呀 总是找不到进场时机 我来 哎呀 这进场时机 那不就来了吗 这波我也是 没掌握好血量啊 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么能扛 哇 你说我现在这点血量开大 那伤害得多高 不过这波成伤确实是拉满了 还是强调那句话啊 下赛季 项羽大招释放期间是不会死的 只要你别被控到死 能把大招点出来 那几乎是每波都能伤害最大化 是个非常大的增强 大家可以提前练一手呀 这边的增强 这边的增强